相信有很多朋友在使用翠丁乌佑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 包括有很多不知道的小技巧 那么今天大帅就把大家使用翠丁乌佑遇到的最多问题整理了出来 等一下一一给大家讲解 包括翠丁乌佑只能有两个指标怎么办 如何使用大创 大帅的原创翠丁乌佑指标 可以在手机上使用吗 小周期是否适合 信号是即时的吗 如何用好等等 我给大家一一详细的解答一下 如果听完之后呢 你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也请大家给大帅点一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先说第一个问题 翠丁乌佑只能打开两个指标怎么办 这一点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知道翠丁乌佑只能有两个 不管是主图指标还是复图指标 在这里呢 要么你升级吹丁乌佑会员 要么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再打开一个界面 例如这里我看的是加密货币的BTC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大帅自己编写的 趋势买卖V2和强力系统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指标不够用 那么你可以再打开一个界面 在这里呢我使用的是布林黛和MACD 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两个界面 等于有四个周期了 你可以来回切换 你有这个位置 你看一下这个指标的数据 大家切换到那个位置 看一下这个指标的数据 都可以 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你就可以需要切一般四个指标都够死了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不建议大家用太多指标 虽然很多时候大帅给大家讲过 我们使用指标共振 但是大家得知道共振的逻辑是什么 一般来说呢 共振是指用多个指标 来解决一个集合性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交易的实际过程中呢 我们会需要知道支撑阻力位 止盈止损位 趋势 包括量能等等 这几点最重要 就跟我们整个逻辑开始 你首先得找到买点或者卖点信号 然后设置止损位 设置止盈位 选择对方向 这四点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使用共振 你可以拿一个指标判断趋势 一个指标判断支撑压力位 然后 这样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包括像大帅使用的 这两个指标 上面这个可以判断趋势和支撑压力位 下面这个可以确认趋势和判断是否超天超涨 那么他们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使用两个纯趋势的指标呢 是没有效果的 包括你也可以使用系统支带的 不凝线和MACD 不凝线呢 你可以用中轨来判断趋势 然后MACD呢可以判断动能 对吧 动能有没有反转的意义 同时布林黛本身呢 也有支撑阻尼位的显示 这样的话呢 他俩也是一个合适的共振指标 所以这是大家在使用指标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如何使用大帅自己 原创的翠丁威尔指标 这个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尤其是你看我讲解指标的那个视频 下方的简介里 我都会放上指标的一个链接 你不在那个链接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到翠丁威尔指标信息的这个界面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里 在图表上使用 点击之后呢 他就会到你的收藏栏里 就可以在图表上使用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大帅趋势买卖第二版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共有2942个人浏览了 然后有759个人点赞了 对吧 然后你只用点击在图表上使用 把这个按钮点下去 点击过后呢 你就可以 在你的翠丁威尔选择 指标技术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这个收藏选项 打开这个收藏 你就会在里面找到你所有的收藏指标 他就在里面 像我自己习惯的话呢 一般直接输个V2 对吧 他就会把所有V2 就是二级别的指标凸显出来 包括这个大帅 ISI优化呀 趋势买卖V2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收藏过啊 你要没有收藏过呢 他就不会提示出来 这个就是使用指标的一个方法 好 第三个问题 指标可以在手机上使用吗 指标是可以在手机上使用的 但是在手机上使用有一个前提 就指你先在电脑端把它收藏了 你得确保 第一 在电脑端收藏这个位置 能找到这个指标 确定你把它收藏了 第二点 你手机登录的 得和电脑是同一个Tradingwill账户 你不能这个电脑收藏了手机 你没登录 但他肯定是 获得不了这个指标的 并且他得联网 这个数据得联网 这样他才能在手机上使用 我个人的话呢 一般主要是电脑使用啊 因为手机的话 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灵活 但这个呢 确实可以使用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方法来 然后一样得到 你先在电脑收藏 再在手机使用 好 第四点 指标适合小周期吗 这一点的话呢 指标不同效果不一样啊 很多指标是适合小周期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适合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你用这个大帅趋势买卖 它是适合小周期的 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 这会儿是日线周期 它可以很好的显示趋势和支撑位 那么假设切到60分钟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可以很好的显示趋势和支撑位 我切到30分钟 它还是可以很好的显示 我切到15分钟 对吧 它还是可以很好的显示 我切到5分钟 对吧 它5分钟你看 它也可以给你做成一个个小波段 黄线往下的时候下跌趋势 黄线往下的时候上涨趋势 不管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 黄线附近就都是支撑 它都可以给你显示出来 那么这种的话呢 就是实用的 包括这个布林带也是 布林带也是实用于不同的周期 但是有个别的话不太适合 例如像这个MACD 假说把它切到5分钟 你会发现MACD在5分钟 它会有很多无效信号 对吧 它会有很多无效信号 因为对它来说 周期太小 它不好判断 对吧 你看NEO这里 上涨的时候已经涨得比较高了 就是对于5分钟来说 它是稍微弱一点 包括像对于RSI等等 有一些指标 它不能适合太小的周期 这个你可以切到不同的周期来看一下 是否会因为周期 变得过于敏锐而失效 对吧 我举个简端的 极端的例子 我切到1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 这回我切到1分钟了 比较极端 你可以看到布林通道依然是实用的 布林通道依然是实用的 MACD的话呢 它就会因为信号变化太快 你在这种变化频率下 你很难明确的做出判断 那么大帅趋势的话呢 你切到1分钟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同样实用的 同样实用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指标的情况来判断 我建议你切到不同的周期试一试 看是否会因为小周期要产生变化 好 第五点 指标讯号是计时的吗 这一点很重要啊 因为这个和边写指标的这个逻辑有关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会在加密货币 BTC上对吧 这里发出了一个卖点信号 如果有的朋友用过很多指标 你会知道 有的指标它是等这个行情走完 它才在上一个指标 最高点发出卖点信号 那种指标是没什么用的 它只能走完以后帮你判断历史的高点低点 那么到底有没有用呢 很简单 它才可以用吹丁无有支带的一个重播功能 你先点重播 然后吧 有个蓝线的吧 你可以选范围 你把它选到信号发出之前 这样呢 它就会以当时的信号为例 然后你在点击下方有一个播放 你点击播放 它就会一个一个线的播放 那么你可以看一看拨到这根线 信号有没有锁定 好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拨到这根线 搜出一个场上引线信号锁定了 那么你看接下来 随着行情变动它会不会变化 首先这个第一天就出现了没问题 然后继续播放 好 你可以看到随着行情变化 它这个信号是固定不变的 那这个就代表 这个信号是即时发出的没问题 另外如果 你这一天看到发出了信号 然后重播完第二天 信号变到这天的高点 那就说明这个信号不是即时的 它是设定好的 可能这波行情走完 它才去寻找它的高点低点 那这种信号就没有太大的用处 好 第六点 如何用好指标 这一点其实是最难的一点 包括大帅 虽然分享了很多指标 包括很多指标 大家可以刚才看到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点赞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满意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需要花精力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我把一个指标编写出来 其实是按照我的一个思维 我的一个逻辑来编写的 所以的话呢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第一 我希望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听我详细的讲解 对吧 另外这个V2买卖的指标 我讲解的时候呢 我讲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视频课程 对吧 但我相信很多人你没有听那么多 甚至可能有的人听个三四分钟 就赶快来看指标来用了 但是你没听懂 那你就不好用 对吧 要知道我那20分钟课程里 讲了在加密货币市场怎么用 在股市市场怎么用 包括举了很多案例来 一个一个给大家讲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慢慢的理解 然后再尝试的 包括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 第一呢 你先把这个指标收藏下来 然后你使用 使用的过程中你遇到问题 你再回去重新听我那个视频 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那么对于使用的话呢 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你可以先用模拟练习 例如呢 你先选择日线 然后点击重播 对吧 把它选到一个很远的 比较远的范围 你不要看它的涨跌 或者你闭着眼随便选一个范围 然后选完之后呢 它就回到当前的日期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日期 开始做训练 你又在这个日期 你根据指标来判断 来判断它是什么位置 对吧 你又黄线往下 接下来黄线是支撑 你觉得它是应该涨还是跌呢 对不对 你做个判断 然后在下面点运行 然后你看它的走势 对吧 你又你计划是跌的 它又没有跌 或者它在什么位置反转 对吧 你又这里 黄线又往上了 它是不是 黄线一拐头 就跟着往上走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观察在实际的 K线运动中 这个指标是不是有效的 好 谢谢大家对大帅的支持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帅点个赞 或者给大帅留言 如果你遇到任何教育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欢迎观看大帅的更多指标视频教学 感谢观看